蠻方便,以後如果你要針對哪些資料 你要去取得你想要比較凸顯的資料的話 那很簡單,就是在一個範圍判斷某個欄位 然後讓它去格式化另外一個欄位 寫的方法就是我們剛剛寫的這樣子 你可以再把它修改一下,有沒有 一個迴圈就是範圍 一個條件,就是當這個條件為True 它就做下面這一件事情 那某一個出成的底色就是Interview的Cover 那以後你只要看到VBA裡面顏色 反正你就想到RGB 那至於裡面的調色盤該調什麼顏色 一般當然不外乎就紅色、綠色、藍色 頂多是黃色 那如果你假設你要比較特別顏色的話 很簡單,你就是直接找到油漆桶 然後你先找到哪一個你想要的顏色 比如說你想要找一個奇怪的顏色,像這個 那如果你假設不知道它RGB的調色盤 很簡單,選到的時候按制定 這邊就有顏色了 你就把這個顏色RGB填上去 就是這個顏色了 如果你其實不喜歡,沒關係你再調 這個調非常多 這裡面可以調多少種顏色呢? 總共可以調一千多萬種顏色 所以你其實說真的 當然一般人不要說一千萬種 一千個顏色就很多了 所以基本保守顏色有了 那你就把它設定一下 所以這個設定格式的話 也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這個我想各位自己再去瞭解 那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前七名,前七名怎麼寫? 所以我只是我的需求這樣 我要把前七名把它搬過來的話 其實如果你會寫格式的話 你前七名應該就會寫了 那差別在哪裡? 其實邏輯都一樣 差別是說這個動作 是把底色改成黃色 可是我現在是要把它裡面的資料 放到這邊來 所以寫的方法記得 一,請你把底色變成黃色 把它抵抵抵掉 那這個的話指的是什麼? 這個指的就是這裡面的號碼的 這個值 那第二個我要把它複製到這邊來的話 記得喔,如果你要把某個儲存格 複製到另外一個儲存格的話 很簡單 中間只要加個等號就可以了 等號的話就是把那個資料 放到另外一個 特別注意喔 來源的部分喔 記得放後面 這個是來源 目的的話呢 放在前面 所以如果假設這樣的要怎麼寫 這個放後面對不對? 那請你在這個把它來源放後面 加一個等號 等號的話就是把後面的資料 複製到前面去 複製到哪裡? 複製到這個 哪個儲存格? 這個是D2嘛 所以你這邊改個D 這邊改個2 這樣就OK了 不過你說 這不對啊 如果一執行 那2放進去了 下一個應該是8 8也放進去 可是問題還是D2 那不就把它蓋過去 對沒錯 所以你一執行的話 應該會只留下最後那一個 43 那其他呢? 其他都蓋掉了 所以如果假設呢 你要讓它怎麼樣? 第一次放在第二 所以這邊應該是要變個變數 當它第一次是2 第二次加1 第三次再加1的話 所以喔 這邊最簡單的方法 這個我覺得還蠻重要 加個K好了 K等於2 指的是它第一次是什麼? 把它改成K 然後呢 當它怎麼 每增加 做完一次 所以在它下一行 讓它K等於什麼? K加1不就好了 因為只要加1喔 不是像前一題是加10 加10就 加10就跳到下面去了 OK好 所以呢 這個地方的話 程式就寫完了 有沒有 所以喔 剛剛是一直蓋過去 可是現在的話 因為增加一個K 它的初始值就是第二列 當它下一個就是加了1 2加1 存回去 變3 有沒有 再來3加1 變4 存回去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後面預算完的結果 存到前面去的意思 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等號喔 其實真的完全跟以前想的等於 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裡應該不能叫等於耶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 這個等號在這裡喔 以這個來看喔 應該是把這個裡面的 在資料有沒有 放到前面 所以有比較像這個箭頭有沒有 把資料放到前面去 所以這個等號是 後面資料 複製一份 複製喔 OK 那這個的話 是把這邊運算的結果 存到前面去的意思 所以特別注意喔 在VBA裡面等號喔 其實 不是 怎麼講 只是單一個用途喔 它其實是多用途的喔 所以每個地方的等號 意思都不太一樣喔 OK 而且跟以前的數學不太一樣 好 那最後做完之後 來執行一下 有沒有 就都OK了 有沒有 所以這些號碼 包含就2號 8號 11號 30 31 41 43 這是號碼 OK 記起來 這不是重點 號碼 請公參考 完全跟那個 會不會開出來無關 不過呢 當然最後有同學會說 老師 那這個地方跟我要的有點不太一樣 我本來想法是 前七名應該這個是第一名 這是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第五、第六、第七 好 那怎麼辦 所以喔 如果是這樣的話 自己再想想看嘛 OK 其實不難喔 其實如果要改的話很簡單 你看看 第幾名放第幾個位置的話 其實只要把這個K怎麼樣 換一下 換成什麼 換成它的名次比較好的 所以比如說喔 它的排名2的話 那應該放哪裡 第二名應該放 第3對不對 然後這個的話應該是 再來就是第 這第四名應該是放第5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名次有沒有 跟它的將來的位置 差1 所以喔 這個K的話呢 假設按照順序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這個K把保留好了 K等於什麼 K等於它原來的名次 原來名次在哪裡 原來名次在這裡 這個它名次嘛 加1就 原來的名次 4的話呢 就放5 所以加1就可以了 然後記得喔 這邊不要加1 這邊不要K等於K就不用了 就是呢 我將來的位置 等於它的名次 加上一個idea OK 所以第4名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放在第5的位置 有沒有 1 2 3 4 5 OK 來試一下 這邊的話 把它 跑跑看好了 理論上應該這樣OK 太快了 不要這樣 所以我設個中 如果假設你要除錯 這邊設個中段 你讓它跑一下 停一下 我看一下 當它等於4 有沒有 就這個 那它放在4加1 所以應該是第5個位置 有沒有 第5看 沒錯 第5的位置 那放幾號 放2號 沒錯喔 所以其他都要跑一下 所以這樣跑完的話 欸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沒有 不過你會發現有個問題 沒有第七名 欸 為什麼 因為這邊好像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有同樣名次的問題 就是它的名次喔 我把它先排名 這邊資料裡面看一下 資料裡面有一個A到D看一下 第六名 一二三 欸 第六名有重複的 有沒有 所以喔 假如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哇 那又另外的 不過我其實雲端上有提到啦 所以 細節部分喔 各位可以自己再把它揣一下 剩下的話就是前七名清除 清除的話我比較簡單 清除的話我乾脆 這邊再加一個什麼 前七名清除 清除的話我們就不一個一個清除了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用Range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你要用Range的話 你這邊可以再寫一個 Range 然後哪一個 從D2有沒有 到D1 剛才往下多一點喔 D10喔 然後後面加一個 等於空的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把它清掉 OK 所以這邊 前七名 前七名清除 那另外喔 如果要解決那個重複的問題喔 我看一下 雲端上其實有放 這個是前七名 按照順序的話 這邊有一個 如果有相同 有沒有 按照順序的寫法 如果有相同名次的話 我是要補了這個判斷式啦 至於怎麼寫會比較OK喔 我想剩下的部分 請各位自己再試試看好了喔 那所以這邊 程式在第十二頁 畫面再還給各位喔